選這篇文章的原因很好玩 這篇文章看起來是1991年的老文章 可是呢,它好玩的地方是 一,如果你去掃一下Google Scholar 你會發現說 它到現在為止在Google Scholar被引用了 六萬多次的樣子 所以代表的是 雖然舊,但是蠻influential 的一個 基本的概念 然後二呢,這概念複不複雜,其實不複雜 但在某些時候會很好用 都不然我們在個案的時候會跟各位 稍微簡單談一下說 怎麼樣利用一些可能的概念 來幫助我們去釐清一些問題 好,看到下一頁的地方來 那這個地方來講,它事實上 最想告訴我們的事情是說 它想告訴我們說,一,到底 什麼叫做企業的一個CSR 以及在於說是好,回應到跟上面文章的觀點一樣 它認為說,其實對於 很多的一個Executive 公司的負責人來看的時候呢 它的責任當中並不是指 對所謂的一個Shareholder 它事實上還有其他的一些人 它們事實上對於企業 對於企業所做的一些行為來講 它是有一些合法或者合理的一些要求 在這邊的legitimate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當成合理會比合法來的更為貼切一點 然後它怎麼樣做到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實際上發展出來的一個東西 像是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金字塔 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並且呢 它把像這樣子的一個金字塔的觀念呢 去跟Stakeholder這個概念來講 做一些結合 所以發展出來的一個叫做 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人的一個 矩陣的方式 來方便我們做一些分析 以及最後它把目前 一般在外面來看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經理人 他們怎麼樣面對各種倫理的抉擇 把它進行分類 分成了三種不大一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管理 倫理管理的一個模式 好 再下來 那首先第一個地方是來繼續說 這一個文章中很強調一個東西 叫做說 它把responsibility 這個部分 擴大到了一個 responsiveness 這個概念 好 這個班級考管理學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 這樣很多人是不是 好 來 在企業倫理內章當中 管理學裡面有一個地方 就是談這個東西 responsibility 跟 responsiveness 這兩個概念當中有什麼差別 誰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社會責任算是比較消極的 去遵守法律 但社會回應的話 主要是自己為社會去做更有道理事 讓社會大陸可能會進行學習 喔 很好 你的名字是 王冠 你是補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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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這個老師教得不錯 很少看到有人會記得這麼清楚 好 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概念 傳統上面來講 我們認為什麼叫責任 責任是 我其實並不是很想做 但是沒辦法 我只好要做 所以例如像以前我一個學生 我記得他有在臉書講說 因為有一門課是禮拜 我記得是禮拜 對 禮拜二上午九點的課 他覺得每天早上都不是很想起來 可是呢 然後那邊發現很多同學翹課 不過呢 他還是很 他還是很努力的爬了起來 坐在那邊聽課 當課是學生的責任 所以我坐過來 那所以換言之來講 坐到教室裡面 他為什麼要坐到教室裡面 不是因為想聽課 不是因為想跟同學聊天 只是因為 這是他的責任而已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種情形之下 就很像是 我們一般企業 在面對企業社會責任當中 可能所持有的一個態度跟概念 那第二種 就是所謂的responsiveness 這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他所泛指的 事實上跟我們後面談到的文章 也會有關係 他其實在指的事情是說 其實在很多時候來講 企業是可以去回應到 社會某些潛在的需求 甚至是社會還沒有浮現的需求 我可能可以先下來 做些回應跟反應 那典型的例子來講 好 在過去來講的時候 一般而言 台灣對於食品安全的時候 他們需要達到的標求是什麼 可能拿到像GMP這些認證 之類像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一般的檢驗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送到外面 去給人家驗 在那個時候呢 有一家公司叫做義美 義美 義美他作為一個 修行師來自於說 那我自己來做一個檢驗所 來確保我食品的安全 這個部分來講是他覺得說 客戶對於我們食品的要求會很高 我們作為一個做食品的公司來講 我應該更加的審慎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他做了像這樣子一個 超出一般法律要求的東西 希望借以來去呼應外面的一個需求 那事實上像類似像這樣子的概念來講 例子有蠻多的 例如像上次我們之前好像舉過 Panasonic對於說環境保護的那個例子來講 它還是一些類似像這樣子的概念 那麼這樣子來做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之一是 當某些的趨勢是未來會發生的東西的時候 你曬先下來做的時候 一可能你可以得到比較多的一個好的名聲 那好的名聲這個東西會有一些附帶的好處 二則來自於說是 我一直一再強調的是來自於說 如果某些東西是未來趨勢的時候 如果你企業率先下來做的話 你很有可能是在幫企業定下一個 可能基本指標是在怎麼跑的這個部分 那換言之來講的時候 等於說是你先透過創造遊戲規則的方式 來幫你企業創造一個競爭力 當然我們剛剛那樣講的都是來自於公立的角色之下 對於企業來講是有什麼樣的好處 可是另一個角色來講 你怎麼定義企業是個社會公民的時候 這些好處可能並不是你在意的東西 你只是在意的事來自於說是 我覺得我這個企業應該要做像這樣子的東西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它 好 看到下一頁 那 傳統上面來講 對於企業來講 企業到底要負擔哪一些所謂的基本的責任 就文章來講的時候 它把它分成了四種 首先第一個叫經濟 第一個是經濟 企業本身是一個要獲利的一個實體 所以我必須要獲利的方式才能夠生存 再來呢 我必須要合法 好 再下來 那再下來一個地方 那當然所謂的一個 倫理跟法律來講的時候 倫理跟慈善這邊來講 是所謂的第三個跟第四個責任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最會困惑的地方 是來自於倫理責任 跟慈善責任的這個部分 好 那什麼叫做倫理責任呢 倫理責任在這本文章的定義當中來講 它指的事情是說 就社會大眾當中所期許出來的 一般所謂的 包括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shareholder等等 還有我們的社群當中 他們所認為 是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有效的去保障出來 我們這些各式各樣的stakeholder當中 他們的一個倫理上面的一個 道德上面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權利 所以例如像舉的例子 例如像什麼東西呢 例如像可能我們不能夠 去強迫員工去做加班的動作 我不可以強迫員工來出賣身體 來去借以獲得什麼樣的一個業績等等 這些東西叫做所謂的一個 我們對員工的一個基本要求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倫理的責任 那在我們這堂課當中 我們事實上所謂強調的倫理的東西 我這邊先把它講到外顯一點好了 我們採用的方式比較偏向的是 有沒有聽過有一個人叫做 Michael Sandler 以前有一個系列很有名的影片 叫做 《Justice論正義論》那系列的影片裡面 事實上我們這邊來講 所謂比較建議的觀念 是來自於說用Sondler這樣的觀念 叫做社群主義 社群主義之下的觀念來講的時候 它比較強調的是來自於 所謂的一個對跟錯 是由整個的社群 整個的社會當中 共同所建立起來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會使用到 像社會契約論之類的觀點 據說 整個的一個倫理道德 它並不是先天自然就存在在這個地方的 是由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大家所建構出來的 那可是 某些事情來講 事實上 它是在我們建構當中覺得說 我們只要做到這樣子就好 可是 對於某些企業來講 它可能會願意多做一步 這些部分來講 所以多做的一部分來講 就是所謂的一個慈善責任 那什麼叫做慈善責任呢 慈善責任所指的事情是來自於說好 企業所認為它該負擔的這個部分來講 超出了社會當中 所認為一個合理的企業當中 它應該要顧到的一個部分 超出那個部分的東西來講 我們可能會把它列為說 它是一種所謂的慈善責任的部分 好 那這樣講起來很空泛對不對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以前我在上那個大一氣概的時候 因為氣概有個章節叫做企業倫理 結果呢 有一群那個聚一系的小朋友們 他們很興奮的來報告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case 他說企業當中必須要贊助我們的演戲 我們就問了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覺得企業該贊助你們的演戲 他說因為我們演戲的人很可憐 賺不到什麼錢 要演戲還要買布景之類的 所以這些東西 應該要有一些有錢的人來贊助 那誰最有錢呢 自然是企業 所以贊助我們演戲 也是企業的責任之一 好 聽完這段話之後 你覺得同意的人請你按下1 不同意的人請你按下2 現在開始 1是應該 對 1是你同意他的論點 應該要贊助他們的 2是你不同意 企業沒有義務要贊助你們這些東西的 怎麼網路有問題是不是 剛才選 你認為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同意那個學生的觀點 贊助他們演戲 是企業該做的事情的 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所以你們都不贊同這個東西是不是 那我就好奇一下 好奇問一下好了 育萱在哪邊 你覺得不同意那個學生的觀點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們也不是做什麼觀點 因為我就是實施一群演戲的人 但也有其他不同的人需要幫助 因為就是他們 他們也是很需要很多金跟很多道具 但也跟企業沒有太大 我也很需要企業幫助 你看我沒手沒腳的 我也很需要他 這個意志很貴耶 所以這樣子的話 企業也可以贊助我囉 企業有義務要贊助我囉 那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企業本身 需要贊助的應該是 就是真的 可能是 政府他們已經有 一些公報說 這個 這個 機構或什麼 需要幫助 然後企業的 為什麼企業 OK 所以你覺得企業有義務去贊助 某一些機構是 政府認為他們需要 被幫助的機構 就是如果像什麼 綠系他們的演戲這種 我覺得他們其實是有能力 自己去籌備自己的金額 就是 而不是 藉由企業來贊助他們 我們這群初學生 我們不會找錢 讓讚別人都不理我們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政府的企業 該去 該去 好 謝謝 好 來我們再來看另外一位同學 家智在哪邊 有 你呢 你同意還不同意 我認為我也是不贊助頭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贊助這件事情 對企業本身來說 本來就 以無是他們可以選擇的 然後 G7的學生 他們需要被贊助 就像有時候他們沒有錢 但是他們本身的目的 也不是 工藝性 或怎麼樣 有啊 他們覺得他們有啊 他們覺得 藝術是創造 讓社會變得 更豐富的一種方法 但是 我們有話要講 但是他們的目的 跟企業想要達成的目的 就可能是一樣的 因為跟企業的目的不一樣 企業的差小戰 這個目的 或許現實面來講 他們是為了獲得 一些好的名聲等等 也或者是 真的有 就真的想要幫助的人也有 但是他們呢 就並不是 這個G7的學生 想要達成的目的 並不是這些企業想要 達到一些小的 那 那我換一種 那我換一個例子來講 現在有一群導演 他說看到返校這個電動玩具 很有意義 他很想把這個東西拍過來 跑來找你 你贊助我拍這個電影好不好 你覺得企業該不該贊助他 企業該不該贊助他 企業該不該贊助這個電影 嗯 也 也不一定吧 為什麼同樣是演戲 劇一戲的你就瞧不起 返校你就瞧得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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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瞧不起G17的啊 然後返校這 純粹只是因為 返校在他 在拍成電影之前 他在電動上已經取得成功了 這在企業贊助目的心來說 他比較有機會 可以得到 大眾更廣闊的迴響 可以讓大眾知道 我這間公司有贊助這部電影 然後讓他們獲取 那個播得良好名聲的目的心 所以你說買民生的行銷效果比較好 對於你來講 對於 對我認為 OK好 這樣被贊助的那個價值性就比較大 以後以後你開什麼企業跟我講 那個那家公司做了慈善活動我都不要相信 我會說這個人是來做秀獨 是 沒錯 好 這裡面來講 事實上所謂的一個 倫理跟慈善的最大的差別是來自於說 這件事情是不是社會大眾認為說 他應該要介入的 例如像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這個企業旁邊有一個公園 然後呢這個企業贊助說 這個公園的一個維護的部分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或許你應該 因為這個是叫做一種 合理的一種 對社會的貢獻 但反過來說 如果我今天跟你講說 我在太平島那邊 贊助那邊的海龜 海龜的富裕的時候 可能 我們就不會覺得 那個跟你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不管你今天做什麼事業 因為 大家並不覺得說 去維護環保這個東西 在那個地方做什麼富裕的動作來講 跟這個企業當中 會直接 受到有關聯的一件事情 他並不是你最直接的一個stakeholder 所以你並沒有義務 對他來進行一些東西 所以換言之來講的時候 所以這個倫理責任來講 我們指的事情是說 社會大眾一般所期許 你可能可以為他做些什麼事情的 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可能會說這個是好的 那所以 換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好 在台灣的偏鄉 在台灣的偏鄉地區 有很多那個小朋友 各位應該會同意說 其實 你所生長的環境裡面 對於你接受的教育的一個資源 會有很大的差異性對不對 所以在重情之下 所以重情之下 你們覺得企業 如果在有一些 鹹魚的資源的時候 拿來贊助在當地的一些 學童的一些學習 你們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贊助台灣這邊的 學童 台灣這邊鄉村的那個學童的 如果覺得是的話好 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囉 如果我告訴你說 在非洲的 星巴威這個國家 他們的環境很差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 事實上上課連桌椅都沒有 然後我們的企業去捐助 那邊的一個 星巴威的小朋友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持有 一樣的態度 如果你覺得說 星巴威就不適合的話 那我就要問了 為什麼台灣這邊你就覺得要 星巴威這邊你就覺得不要 當然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有人告訴我說 那是外國的事情 跟我屁事 像把台灣顧好再說 你可能會有各式各樣 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 在這種行為之下 可能 贊助星巴威這邊來講 可能就不見得 是台灣這邊的企業當中 你被視為是你的倫理責任之一了 這兩個區別來講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倫理責任 換一種角度來講 倫理責任這個地方呢 代表的事情是說 你如果沒有做的話 別人可能會皺眉頭 他也不能打你 也不能罰你 因為 這不是你的法律的義務 但是我們會希望 他能夠做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的東西來講 他也算是一種倫理的責任 但是 慈善責任呢 他的概念則則是來自於說 慈善責任這個東西來講 我壓根就不期待 你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不做的話 我們完全不會說你任何的壞話 但你如果做的時候 我們會說 哇 這個真是一個 真是一個很好的企業 他居然勇敢的 幫我們社會做出 像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那點心的例子像什麼呢 好 各位知不知道 現在有一種東西叫做 溫室效應 好 溫室效應裡面來講 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來自於什麼呢 叫做熱帶雨淋的一個消滅 像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這個時候 熱帶雨淋來講 全球熱帶雨淋 最豐富的地方 是在什麼地方 亞馬遜 第二豐富的地方呢 印尼 對 那 在印尼 可是呢 很遺憾的事情是說 印尼有很豐富的這些 所謂天然的雨淋 但這些雨淋很快速的消滅了 為什麼會消滅 因為 對於 蛤 對 拿去種了一種東西 叫做棕櫚樹 這些棕櫚油來講 事實上棕櫚油是現在 在全球來講 最重要的一種油 為什麼呢 你在化妝品 食用油 各種的 所謂的家用飾品當中 很多都有棕櫚油 這樣子的一種 材質的存在 那麼 因為市場當中 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 他們 他們就會想說 我們可以把樹砍掉 做這樣子的 來賺一些錢 結果越砍越多之後 我們的雨淋 就越來越少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好 作為廠商的人來講的時候 那干我屁事 棕櫚油這個東西 在很多的用途當中 是不可被取代 或者必要被取代的 這個時候呢 有一家公司 在英國的一家超市 叫做 Island 這家公司有一年呢 他爛取了一個計畫 他說 我宣誓在兩年之後 在我所有自由品牌的食品當中 我不再採用任何的棕櫚油 這樣子的產品 那不用棕櫚油會有什麼後果 一 很多東西做起來可能就不好吃了 二 就算做的可以一樣 吃起來感覺差不多 我必須要增加很高的成本 那 成本高的時候 特別我要強調一下 Island 那家公司 其實在英國的超市等級來講 可以算是那種 平民老百姓 收入沒有那麼高的人在買的 因為他主要的東西賣的是冷凍食品 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把售價提高之後 會傷害到他本來的一些客群 可能就變得不太願意買對不對 可是他依然做了像這樣子的東西 他的理由是認為說 我應該要顧到熱帶雨林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我不要用棕櫚油 好 提到熱帶雨林 提到溫室效應 一般人來講 不會跟食品業扯在一起的關係 所以大家不會覺得說 這食品業該負責的責任 但他做了像這樣子的一種動作 就表示說超過了大家一般所期待的部分 所以又是一種典型的 叫做慈善責任的一種承擔 好 這故事講完之後 我要再加後面的部分了 兩年之後 你覺得他有沒有把全部的產品都換成是 那種所謂的一個不用充旅遊的產品 對 真的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在很多的產品當中 真的做不到 他想了很多的方法就是做不到 所以呢 他只好把它給 就是只好說 那是做不到的部分 他就先不做 做得到的部分 他就做了 事實上全球在做像這樣子的公司來講 不是只有我們剛提到過的Island 像另外那個在T&G 還有Johnson & Johnson來講的時候 他們也是在要求說 盡量降低掉在他們產品當中的一些中旅遊的使用 但是 也是一樣的結論 就是說 很想做 但是做不起來 所以持續的在做所謂的科技的研發 那個部分 所以現在其實在研發的部分來講 有很多的研發事實上 是有一些跟這些 這些sustability之類的概念 有點結合的部分 那是另外一塊 未來很有趣的一個 新興的一個競爭的部分 好 跳到下一頁 好 再過來 好 如果各位可以知道的話 這樣我們可以辨識出來的說 這些所謂的一個 慈善 責任跟倫理責任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強調下一個重點了 誰可以簡單的跟我解釋一下 你看完這個圖之後 你會怎麼跟我解釋 誰可以自願解釋一下 好 由下道上 論經濟責任就是企業 一開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就是企業就少賺錢 然後讀經濟責任大概至極限的部分 然後我們上的法律責任就是 當然會要符合當地的法規 然後它是屬於被動式的 就是最低限度的去符合這個法規 就是很規定你要弄 你就只能達到那個指標 然後再更進一步你就不會去做 然後再來是義務性的 就是那個道德性的 它就是 把這個字當倫理好了 原因是倫理 倫理 然後 對不起 倫理 然後 那個 倫理它 我把倫理當成 跟慈善的區別是 他們都是屬於有做出 高於 高於法規 高於法規的 然後但是他們差別在於 慈善是比較主動的 你會去做更多的貢獻 然後到這個倫理上 就是你符合 然後你做出多一點 它裡面還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對倫理來講 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避免掉對任何的一個 Stateholder造成直接的傷害 這是它倫理的重點 那在實際上 那部分來講 它更強調的一點是來自於說 不是只要 不知道能傷害就好 我還希望能夠讓這個 社會變得更好 去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ety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你的理解是像這樣 所以你的解讀是 對於企業來講 一 我要先做好這個東西 這個做得到 我再來顧這一塊 是像這樣 我認為 OK 好 謝謝 好 再回來酸管理學的人好了 來 管理學裡面有一塊叫 馬斯洛理論對不對 來 誰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馬斯洛理論在講什麼 題外話突然串個馬斯洛理論來玩一下 馬斯洛的心理 馬斯洛的那個 需求成績理論 誰可以分享一下 安全先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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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先 生理先 等等 你補誰的 造米的 奇怪 同樣的造米學生 怎麼程度會有差呢 來 繼續沒關係 謝謝老師 再來沒關係 再來喔 好像是 社交 社交 然後 就是這種 知肆 OK 所以那個意思指的是什麼事情 那麼 馬斯洛洛理論講了什麼 一個概念 是的 人會有幾種的 大概就是這五種圈 想要裡面 滿足一間 然後靈異寵 生理 好 好 馬蘇勒的概念來講很簡單 他把它畫成了五格對不對 生理、安全、社會 尊重或自尊 然後自我實現 先不講說那個概念本身到底有沒有問題 但他概念本身所想傳達的意思 是來自於說人 人的最基本來講是 我一定要先把生理護好 我要吃得飽之後才可以跟我講安全的部分 吃不飽就不會談安全了 然後呢 我要吃得飽有安全之後呢 我再來談說我要有一個社會社交的需求 他的概念大概是這樣一層層上來 以及裡面理論更細的部分 還有來自於說是 例如像這些需求層級是沒有倒逆式的等等 那個細緻的概念不談他 好 那這時候新的問題出來了 如果我們類比像精神塔的觀念來講 比過來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不會來自於說是 一對於企業來講我要先賺錢 賺不到錢的話我就沒有法律責任 沒有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達不到的時候我就沒有倫理責任 是不是像這樣子的概念 同意嗎 同意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如果我們用類比的方式來比較的時候 同意這樣的概念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每個企業來講我一定要先賺到錢 沒賺到錢之前法律什麼都不用管他等等 像這樣上來 好 不同意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欸不同意的比較多 好 這樣太好了來 同意的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為什麼你們同意 同意的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那邊有人嗎 就是從起來看的話 企業如果賺不到錢那就會倒掉 嗯 所以你最基本的賺錢還是要 OK好 然後法律的話就是 也是有很多作為 那就會有什麼 好 那會不會往下去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贊成的 如果沒有的話 反對的人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覺得這樣的說法怪怪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企業去跨國去經營的話 一定要先去符合當地的法規 才可以進行就是 就是生產或營運 是 所以如果是先經濟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 法律就沒有達成 那這樣就會 就會違反那邊的法律 就不會有很多 好 謝謝好 還有反對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不同意的人 不同意這樣推論上來的 好 我記得以前跟各位談到過說規範性跟描述性的概念 規範性是說我們最好 照這個方式來做 描述性是講說 在外面來講 事實上是這樣子來做的 這張圖表面看起來像是規範性的概念 但事實上未必是像這樣子喔 我們先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對一個企業來講 賺錢是 他要先賺到錢 在談其他部分的話 我現在開一個企業室 我來開一個 我來到處綁架 這些少女 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請她來開線上色情直播 好 這是我這個企業 這是我這個直播主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我是不是可以滿足到我的社會責任 至少我滿足我的經濟責任 所以我這樣做是可以的 不合理吧 你的前提是要 你不能違背法律嗎 如果不能違背法律的話 就變成法律是在下面啦 我要先合法之後才能上來 那就跟馬斯洛那邊 先滿足下程序的邏輯 是不是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不是這樣子講 嗯 GOOD 他的就是法律的理想法律的題 應該是說 政府有去規定你要做一些社會責任 你查譯 就是 政府什麼時候規定我要做社會責任 我把那個解釋錯誤 我把那個解釋錯誤 喔 這 算了算了 我等一下再講一講 我記得 你做的 你說就是你賺錢的話 你一定要先遵守法律的最明顯度 馬 就是 更 你讀的蠻細的嘛 你讀的蠻細的嘛 好 我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是因為說 我覺得商科的人 大部分都會念過馬斯洛那一塊 不少人念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把它誤解成說 我要先滿足下層需求 再來滿足上層需求 可是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直覺上的邏輯 稍微判斷一下的時候 用我剛剛舉的例子來講 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為了賺錢 我可以先不管法律的責任 所以我可以來 我可以來綁架大家 或者來販毒這類的東西 好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於跟我們一般的常識來講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張圖來講的時候 雖然它是用這樣子的方式畫上去的 比較好的方式是 你把它理解成 對一個企業來講 它有四種不大一樣的責任 可能碰到的責任在那個地方 他們彼此會互相的交疊在一起 同時更大的重要的重點是 來自於說是 所謂的一個企業的獲利 並不是他唯一的一個部分 請跳到下一頁 因為 例如下 Milton Friedman 這就是我之前在開玩笑的說 這個人強調的是來自於說 每個企業只要去做 所謂的一個 追求自己的利益來講 這個社會就會達到最大的滿足 但事實上 這個人常常說他被黑了 為什麼說他被黑了呢 因為每個人都拿他出來講說 有一派的人 特別是經濟學家 只管獲利 什麼都不管 但事實上 他講的話 他在原文裡面講的話 並不是講那樣子的 他講的話 後面還有加上一句 Management is to make as such money as possible while confirming to the basic rules of society both the embodied in the law and those embodied in the ethical customs 這是他所講的話 所以對於一個企業來講的時候 你是可以賺錢 但賺錢之餘 你也必須要先顧慮到 在一個合法和倫理的情形之下 來進行賺錢的部分 那麼這篇文章來講 是他所強調的 還是來自於這個概念 所以換言之 記住喔 雖然有這樣的金字塔 但事實上並不是說 我要按照 下面滿足完之後 再來滿足上面這樣子的 你換一種理解的方式 是用所謂的一個 四個全權交集的概念來講 比較可以方便你精確的 了解出來說 什麼是你該做的 什麼是你不該做的 那同時另一個重點是 來自於說是 的確 一般來講 所謂的慈善的責任 並不是我們認為 企業 他所一定要負擔的部分 但是還是一樣 如果他願意負擔的話 那會更好 至於說什麼 叫做標準的慈善 這樣子的東西呢 那部分來講 我們在下禮拜的課程當中 會稍微提到一下 類似像這樣子的概念 好 再來下面 好 那 新的問題出來了 如果是 同時有四種責任的時候 他要怎麼判斷 在任何事情之下的時候 他要怎麼判斷 什麼可以做不能做 就像剛剛我們談到過的 五種可能不一樣的問題 再下來 那麼 今天問題當中 我是要對誰來問的呢 我在問的事情是說 因為對於企業來講 至少在倫理責任當中的時候 我是要不要對任何人造成傷害 所以我在想的事情是說 對於這些跟我相關的人 不管是我自己 直接相關的一些員工 雇主 員工還有我們的所有人 或者我們存在的 community 還有我們的供應商等等之外 還有社會的團體等等 對這些人來講 我這樣子來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對他來講的時候 在經濟上面 我要負什麼責任 在所謂的一個 法律上面 我要負什麼責任 或者我根本就不用對他們負責任 用像這樣子來分析看看說 這些事情當中 到底有該做不該做 那另外一種講法 更精確的講法是來自於說 例如像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日月光在高雄對不對 高雄 高雄現在缺什麼資源 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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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黑韓產業鏈的人 自己請 我們現在不玩黑韓的遊戲好 除了市長 除了市長不再有副市長 副市長是葉匡石耶 怎麼會缺呢 那是以前我們學校的老師耶 好 市長有葉匡石帶稅 先當作不缺市長嘛 那還缺什麼東西 缺什麼東西 缺什麼東西 好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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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對誰來講誰缺好的空氣 市 高雄市 好 所以高雄市民跟 好 日月光在哪裡 男子 男子算高雄的一個部分 男子自古以來就算高雄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先這樣講說一下 所以現在新的問題出來了 所以我們跟日月光講說 你要負責想辦法把我們空氣搞好 我們是一般的市民 我們對日月光來講算什麼 不重要的 我們算是 好 不重要的 像是public at large 像這樣子的概念對不對 好 那麼日月光 日月光有沒有經濟上的義務給我一個好的空氣 日月光有沒有 經濟上的義務 法律上的義務呢 法律上有沒有 法律上有沒有 最低限度是什麼 就空屋處理他對不對 對 他假如有滿足那個部分就好了 那那個部分他現在既然沒有違規的話 他對我來講就沒有 法律上的問題也不在了 好 那麼 那麼倫理上面來講 他有沒有責任 要對我們 讓我們有更好的一個空氣 認為有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日月光對於倫理上面對我們有空氣的要求的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認為沒有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差不多 認為有的人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日月光有倫理上的責任 讓我們有好的空氣的 怎麼都不敢講 就是 法律有當地理傷害 嗯 就是在剛剛那個禁止 是 所以倫理上應該是有 就不要傷害 OK 不要傷害換氣 好 很好 謝謝 那你認為沒有的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沒有的 因為 政府就已經有限制 會有一個空氣的 然後這樣代表說我 對社會的傷害 政府已經規定了核廢要的處理原則 所以核廢要對外人來講是完全沒有傷害的 雖然那個東西埋在我們下面很容易中單死掉 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有沒有聽懂那個意思 因為你是用法律的概念來去處理那一塊的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就法律上面來講可能是有那個需求 但是它已經滿足了那個標準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好 就那個概念來講的時候 其實日月光來講的時候 好 我們這樣子來講好了 假設日月光本身並沒有排廢氣這樣子問題的話 可能在倫理上面來講 它的操作行為來講 並不會直接對我們造成任何的傷害 所以解除排廢 解除我們的 改善空氣品質的部分來講 可能就不見得是它的倫理責任了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做些事情 例如像是好 例如像 補助高雄市市民 每個人可以用八折的價格 買一台日月光出產的空氣清淨機 假設日月光有出產的話 我們只是隨口唬爛一下而已 他們義務這樣做 是沒有的吧 因為排廢氣不是他在排的 可是他如果覺得 他是高雄市市民的一份子的話 他覺得我有義務要讓市民過得更好的時候 請記住我們剛剛的用詞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的確可能會承擔 起像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說 在所謂的 以日月光為例的時候 日月光來協助我們 一般社會大眾 改善我們空氣品質的時候 可能就會屬於 它的一個慈善責任 但是換過來說 如果我剛把日月光這個公司 換過來變成中鋼呢 中鋼一樣在高雄對不對 可是中鋼本身 因為它本身就有排放很多的廢氣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它就有法律的責任囉 好的 合了法 但是當地的人還是覺得說 那邊的空氣比較差的時候 該怎麼辦 可是他可能還是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因為 雖然說法律規定說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在當地的人來講 他們覺得說我受到你的傷害了 那這時候日月光 這時候中鋼有兩種做法 一 這個傷害不是我造成的 跟我無關 二 好吧 可能我對你還是有造成一些傷害 我跟你說說說 幫助你改善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就會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可能你中鋼的case來看的時候 我會說 它可能達到了一個 EXCO的標準 所以呢 它會用 對於中鋼來講的話 去處理這一些 空氣污染的問題 還有EXCO的層次必須要考量 就是在這個表格當中 所列出來的概念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應用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好 跳到後面 那 當然後面這邊來講 是我們剛剛所談到過的 是來自於說是 三種所謂的一個 就現在來講 一般的管理階層 一般的經理人或公司 他們的倫理 倫理的管理模式來講 可以分成這三種 那其中來講的時候 最好玩的其實是 來自於這一種 叫做追求個人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企業的一個利益 那我們在談到 所謂的一個 倫理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會講說 企業本身是為了獲利 才能生存 所以不需要維持 像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請不要忘記喔 倫理不是只有 企業本身是個倫理的單位 經理人本身也是 當這個經理人 他本身也是一個 屬於是 immoral 這樣子的一種 倫理的一種 心態的一種 一種 處理方式的時候 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不見得要符合 組織的最大利益 是符合到個人的最大利益 即可 這部分來講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在後續的討論裡面 可能會用到這個東西 好 那就是在今天這個地方的一個 簡單的討論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快速的來帶一下說 帶一下那個叫什麼 那個個案的部分 好沒關係 我們先簡單講 處理一下個案的部分好了 幫我一邊的螢幕伸上來 好 這個案都有看過嗎 因為我看一下你們的作業 好 誰可以幫我提醒一下說 再看這個身上一個就好 再看個案的時候 這個案有哪些的重點 是你覺得說 對於這個 這個叫做SMARTEN的人 他的決策會有影響的 有哪些重要的一些事情 必須要先把它點出來的 與此 你要不要幫我們簡述一下 這個個案講什麼東西 那個安妮幫我拿下筆 這個個案講什麼東西 讓你簡述的時候 那個CEO 他的公司是財務方面的 然後他們的公司在波士頓 然後波士頓發生的爆炸 然後那個CEO 就要想辦法說 那爆炸發生的時候 他的公司會受到什麼影響 然後他的員工 然後 各類型的 然後 就是每個部長會跟去他們自己的領域 然後給他們自己的意見 然後CEO就要在很緊急的時間 就決定說 大家可以接受 開放市政府的要求 開放大公司 然後說 經濟 那個什麼 就是 驗商公司 然後 好 好 謝謝 好 還有什麼重點 是你們可以補 覺得說很重要可以補充的 對於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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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的失蹤者有公司的員工 這類型的責任 我除了法律責任跟經濟責任之後 還有什麼責任 他裡面沒有講 就這樣 就讓那個人自己去體會 好 謝謝 好 這什麼意思呢 叫我捐錢嗎 叫我捐錢給你競選嗎 現在流行這個事情 好 再來還有什麼其他的重點 你覺得是這裡面當中很重要的事情 OK 借員工餐廳幹嘛 吃喝 吃喝 吃免錢的是不是 所以他們 所以想告訴我 他們想吃免錢的是不是 好沒關係 我們先隨便亂寫一下 他們的確想 借員工餐廳 來做他們休息之用 然後這家公司 的確有員工餐廳 裡面會提供食物 好還有呢 還有什麼事情 是你覺得很重要的 餐廳要給人家 放傷 換檢查傷口 當停屍間 好 還有當停屍間 是不是 好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就是 他們的法律顧問 他們會想要免責 對不對 法律顧問 等一下 我想法律顧問的英文怎麼寫 嗯 嗯 康守對不對 好 法律顧問講什麼 他擔心說 如果他給他們食物吃 他們也知道他們 法律上去吃 OK 所以可能會 所以要小心別人吃食物 不吃死這樣子 會有責任 是不是 他想要免責 他想要免責 OK 所以基於這個立場來講 法律顧問的意思是怎樣 不要借 不要借 為了要免責任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重點 已經有多的人爆出來囉 有一個 有一個 那他說他怕以後 我們公司的關鍵智慧跟恐怖攻擊聯想在一起 就是我們幫助跟警察合作的話 那會有什麼樣的 implications 像我們在那個 像 就是在業界的旅程感 就會有 就會有被下降 然後 他可能不想跟恐怖攻擊聯想在一起 那個人的 Serename 是P開頭還是K開頭的 我說太卑鄙了一點 是不是marketing的那一個 是不是marketing的那一個 好 沒關係 有人說可能會跟恐怖攻擊 跟恐怖攻擊有聯想 是誰講的 我們現在先站起 P 好 再來還有誰 還有誰可以補充一下 是因為那個 我是不是負責的那些新秀的 倫敦公司 他們的那個 這個 這個 倫敦已經中錯了 12% 然後並且NY快要開頭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倫敦 Stock Exchange 這個是倫敦 Stock Exchange 這邊 已經下了20%了 然後並且這邊已經開始要上 開始要開市了 那開市代表什麼意思 股價的震動 對於這家公司來講有什麼影響 股價在變動的話 這家公司可能客戶要做交易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幫客戶解決交易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呢 有一個人出現了 叫做客戶 再這樣子一個 好 他把業務轉到別的地方可以處理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邊之前有補充了另一個新的訊息 雖然客戶本身在股市下跌的情形之下 可能我需要快速的處理這個東西 然後維持一定的處理能量 但是我們公司不是只有在Boston而已 我們在別的地方當中 還有其他的一些分支機構 所以我們也可能想辦法 把這些服務的方式 給快速的Divert過去 轉移到這些其他的地方來做補足 所以在這裏方來講 可以試圖去降低 或者避免對於客戶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好 還有呢 還有些人都沒有被提到 他會在那邊哭耶 那怕未來會影響那個公司一斗的 可能員工經過那邊會覺得是挺遲解的 誰這樣覺得 未來的員工 誰覺得 誰喔 誰很重要 股東 不是 裡面的某一個人 對 裡面的某一個人 那個人是幹什麼的 我忘記了 那個 好像是Sara 是Sara嗎 他的Surname是什麼 姓是什麼 姓K嗎 蛤 HR HR那一個 OK好 所以 HR這邊 來 這邊一個人是HR囉 HR這邊有幾個事情冒出來 第一個事情是說 有員工不見了 第二個事情是說 有可能 剛剛說 你剛剛說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 大家不想在那種地方上班 OK 就是說 當過停時間的地方 可能會有人不想上班 好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重要訊息 啊 那個 財務長說 應該要馬上處理交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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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反駁他說 他有三個屬下 是 什麼 就 財務長說 要快點處理那些客戶的事 是 然後 但是又有人反駁他說 他的屬下有三個 是在屬下 因為他們都是三個人 屬下 還有三個是 那個財務長的屬下 Good的 好很好 來 我們先討論資訊 討論到這個地方就好 跳到下一頁 來 接下來 我待會給各位一點時間 跟上禮拜一樣 讓各位可以分開來 一起討論一下 那我們討論到差不多 包括休息的時間在內 三點鐘的時候開始 我們來進行個案的討論 然後呢 討論的主題是以下這四個 來 我先幫他解釋一下 因為上次後來發現說 有時候會有點誤會 我先解釋一下我的意思 第二件事情是說 請你告訴我說 在這個波士頓爆炸的案子當中 對於這家公司而言 有哪一些的人 是所謂的一個stakeholder 請你把這些人判斷出來 第二個 事情是說 請你想想說 就這家公司的角度來講 他對於這些 你所判斷出來的stakeholder 他們各自有什麼樣的責任 什麼樣類型的責任 把這個責任給判讀出來 再來第三個 當這些判讀出來完之後呢 我們來處理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說 他是否要把這些所謂的 Lobby Area給出借出來 那麼請你們稍微討論一下 並且告訴我 為什麼該 或者為什麼不該 以及第四個 除了說 Lobby Area被出借出來 這個東西之外 還有哪一些的事情 是你們覺得 這家公司應該做 或可以做的 那請你告訴我說 為什麼 以及你要怎麼做這些事情 這樣有沒有聽懂 特別第四題的部分 除了說要不要出借 這個Lobby 是目前接到的要求 對不對 可是你聽到了一個 意外事件的時候 或許你會覺得說 作為波士頓城市的一份子 可能還有別的事情 是我可以做的 那情形之下的話 你要不要做 那同時呢 我想一下 為了方便各位的思考 跟討論起見的時候 我們把波士頓這個地方 搬個地方好不好 我們把他搬到台灣來 這個地方叫做台北101 101發生大爆炸 然後呢 我們剛才被什麼攻擊 我想想看 我們被外星人攻擊 所以發生了大爆炸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思考一下 好 那你幫我分一下那邊的同學 我來分這邊 大概也是一樣 五六個分在一起 好